好 请将军帮我们讲一下中俄联合军演的部分 中国大陆他们自己觉得说这一次的这个军演 其实就是强度高 节奏快 都包含了这个无锡舰 还有完美号等等舰艇 依序开火精准的命中目标 另外呢 中国的海警局 现在也有说由梅山舰跟袖山舰组成的编队 也正式请航了 前往俄罗斯要执行中俄海警2024的联演巡航任务 并且要开展北太平洋的联合巡逻 那当然预约谈天他们的说法是 中国海警这一回前往北极附近的海域 这两艘舰都是3000吨级的 当然补给充足之下是可以连续航行一个月不是问题 那过去呢 他们就觉得说 其实补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这一次呢 在这个俄罗斯的帮助之下 未来补给就不会是一个问题 因此呢 他们也觉得 对于中国的海警走向深揽是一个突破 这俄罗斯这次的这种 它叫大洋2024的军演 其实是很恐怖的大 为什么 它总共动员了400艘的军舰 9万个官兵 然后在全世界 只要它俄罗斯周边的海洋都在演习 那俄罗斯这个国家发展海军 也非常有意思 它没有说 它四边 它到处都有海 可是它这些海又没办法连在一起 我说给各位看 你看从北边的北冰洋 对不对 它有北洋舰队 然后这个南边这边来讲的话黑海 但是它还有一个这个四周都是陆地的叫里海 对不对 波罗的海 然后这个太平洋 它分散在各个地方 但是它每个海它都有一个舰队在那里 那这次来讲它是全世界 如果按照这个俄罗斯地图来看的话 它等于全球都在这个实施海军的军演 那为什么会这个情形呢 我当然认为说是跟俄乌战争 现在到了关键节点 时刻有很大的关系 那中国来讲这时候在太平洋这边 跟这个俄罗斯联合军演 那我觉得关键在它讲的这句话 其实你要发展海权 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海上要有补给基地 那这次来讲预冤谈天特别说是 补给不是问题 那代表什么 就是俄罗斯的基地给中国海军用了嘛 就是你的海军到我的这种俄罗斯的基地 或者靠我的港口来做补给嘛 这是中俄联合军演的地点在哪里 大家去看一下地图就知道 俄霍赤克海跟日本海 其实这个地方过去来讲的话 过了库叶岛就是这个白令海峡 地球是圆的 它在上面是最近 那前一阵子是两架的轰六战机 跟俄罗斯的两架图俄二的战机 一直飞到美国的这种阿拉斯加州 快接近它的防空识别区 对美国威胁很大 我们也看到美国那时来讲 跟加拿大联合派了F-35跟F-18的战机 过来做这个警戒的这种动作 那很明显地看出来 就美国感受到压力 这时候就是你到我家来 你在这边欧洲那边跟我闹 对不对 在那边要威胁我 那我现在就到太平洋这边来威胁你 你在那边联合北约这些国家 然后来我俄乌战争期间 你联合北约这些国家 然后想要在这边趁这个机会 来攻击削弱我俄罗斯的战略 那我现在在亚洲这边 我就跟中国还有一个国家叫朝鲜 联合起来对付你 大家不要忘了这个演习之外 还有一个国家金小胖 前两天空飘了一些气球到南韩去 然后也射了一些导弹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展现的 就是全球一个战略地缘战略 就是你在欧洲那边我现在在亚洲这边 也让你常常那种所谓被被受威胁 或者是被战略嚇阻的这种意味 俄罗斯的媒体还说 现在至少有六家的外国佣兵公司在前线参战 来自于呢美国波兰还有英国等国家 我问一下这个介大使的是 现在在战损的部分 看得出来乌克兰的这个战损是蛮严重的 另外雇佣兵团到底有没有用啊 战损啊 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战场公布的数字 都参考就好了 很乱 我看到另外数字 这个俄罗斯说死伤6000多人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这个双方都在公布数字 我们就看看 不过现在就是说 这个普丁的战略 应该就是说前行公式 两边开打 然后呢施压 也没有就是说真正把它打下来 这个是一个消耗战 就变成就是说 最近有个新闻就是说 还有这个在这个 库尔斯克的前线的乌克兰士兵 向BBC的记者反映 说他们的上司叫他死守不能退 他说这个东西撑不住了 就是说留在这就是送死 所以也就是说 这些讯息都很多战场 不过看起来就是说 普丁现在把这两边都加强攻势 那么前两天我们得到讯息就是说 俄罗斯在库尔斯克 已经征兵到4万5千人了 原来大概1万对1万左右 那现在真的5倍的军力在前线 准备往前攻 那边也没有什么险可以守 而且乌军也不会打进去 一个月左右 他也没有什么防御的攻势 挖壕沟 逐碉堡的话 时间都还不够 所以我想要承受这个5倍的军力 对乌军的打击 他要挺在那边是蛮难的 而且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乌军的弹药跟俄军 是不能相比的 有的时候是1比5 俄军现在打了很多炮弹 这个无人机是伊朗给的 那么现在105榴弹炮呢 是这个北韩的榴弹炮 相当的充裕 所以就变成这个战场上 当然乌军受了很大的压力 这是一个可想而知的 而且现在看他的战法 我看前两天 昨天还听我们这个栗将军讲 事实上俄罗斯是在先把这些 把这些要周边的都打下来了 把这个乌军的后线 现在在库尔斯克的这个后线 也都先抄了 也就是说把这个哈尔科夫 把这个苏梅这后面的线 也就是在现在在库尔斯克的这个 乌军的后勤补给线 也都先做了很大的一些攻击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看什么时候收口了 他也没有很照进 然后把这个红军城都先从东西南北 各方面都先给你围起来了 把你这个孤立起来 然后再收尾 那我认为以普丁的这个打法的话 我觉得他是完全要配合美国国内的大选 美国国内大选 因为如果说把这个川普把他拱上去的话 那这档战争就不必打了 因为川普说要结束这档战争 要结束这档战争的话 那泽伦斯基还打得了吗 今天美国的军援美国的金援 一天不上去的话 基本上乌克兰军队就停在那里了 而且整个来讲的话 如果今天美国的金援或军援断掉的话 那基本上我觉得乌军的士气 也就会垮掉了 对也不可能有什么作战的这种士气了 所以就普丁来讲的话 当然他有看时机 他现在花那么多力气干嘛 可是他现在造成的压力很大 那泽伦斯基事实上的话 应该再过几天就要到纽约了吧 那他要去见 他有带着他的胜利计划要去纽约 跟美国人谈一下 那他当然他现在还是要见这个拜登 他可能拜登还是现在美国在当家的嘛 所以他要找拜登 那另外一方面他还说他要见两个人 一个就是贺锦丽 他还要见川普 他前一阵子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是警告拜登 他说我七月跟川普打电话 川普非常的支持我哦 如果说泽伦斯基跑到美国华盛顿 跟这个拜登讲说 拜登根本就不支持我们 让我们自生自灭 他的支持度还没有川普 对我们的支持度大的话 你想想看他这刀戳下去的话 拜登受得了嘛 民主党选情怎么办 所以事实上现在大家是恐不平衡 都抓到罪方的什么小辫子 那就看这些人玩政治玩到什么程度 那最可怜的是什么 最可怜就是说现在被泽伦斯基下这个 下死命令不准撤退的这些乌军 对不对 那乌克兰前一阵子他们传出来 他们现在被军阀 已经起诉的逃兵1万9千人 60万大军有1万9千人是逃兵 现在是被抓到的 还有些没被抓到的 所以我觉得乌克兰现在就是硬撑了 美国前两天上个礼拜 不是这个布林肯带着英国国防部长 不是英国的这个外长 一起飞了一趟基辅吗 当场就承诺7.1亿美元 因为他一定看了情势不利了 赶快给钱给枪 对不给的话 那泽伦斯基那我就不打了 那你要怎么办 你选举还不要选下来 所以大家都是搞恐怖平衡 不过我觉得苦了就是苦了 这个乌克兰老百姓 在前线这个死伤的 已经到的年轻人已经不够了 你知道他现在前线的官兵 的平均年龄是多少 43到45岁 难道年轻人少了 怎么会这么缺啊 另外前一阵子你也看到 俄罗斯公布一批乌克兰的俘虏 全部女兵啊 女兵也在第一线照样俘虏 所以现在我觉得乌克兰事实上 也不能说断境延洁 我看已经是什么 筋疲力尽了 最可怜的是这个战场 你看过去都是一片废墟 这个国家即使停火了 他要把这些战场被摧毁的 这些建筑桥梁要恢复 可能不是三五年 三五十年都不一定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到处都是地雷 大家走的时候都丢一堆地雷 那这个要清到什么时候呢 所以希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他会变成第二个乌克兰